Hello,大家好,我是Darven 我接下來要介紹的這個 在這個video當中呢 我要跟大家介紹 我在上課的時候 跟大家 教學使用的這個Excel的這個檔案 該怎麼使用 那有哪些工作表 平常該做些什麼 那我做一個簡單的示範這樣子 OK,首先看到第一個 sheet 就是我們的 result 這個 sheet裡面呢 記錄著每一場的比賽的比數 我做的比數呢 當時我在做這個Excel的時候 是從2012年的 10月份開始 一直記錄到2015年的4月份 都是例行賽的場次 那我們先 直接看到最近的比賽好了 那你在其實自己的電腦上面 按一下AND這個鍵 然後按一個方向鍵的下鍵 就可以直接跳到 最近的一個 最近一個紀錄 有紀錄的一個欄位 Excel的欄位 OK 那在我錄製的這個video的時候呢 這些Monday 11月23號的比賽 是還沒有全部打完的 應該說打完了 但是呢 我還沒有把它比數 key進去 OK 那通常我會做的事情就是 到 Basketball Reference的網站 然後到這個網站當中呢 點Season 選Season 然後滑鼠移到這個Schedule and Result裡面 OK 在這裡面呢 它就會有這個賽季 它每一場的比賽的比數 那 我要做的動作呢 就是Export 把這個 CVS的檔案匯出來 因為在我錄影的這個時候啊 它 當天的比數還沒有update 那當天的比數 它update的時間都不太一定 有的時候呢 可能是晚上的五六點 有時候可能會到晚到七八點 大部分最晚最晚應該不會超過到九點到十點了 OK 這是我對它的 平常網站營運上面的一些認識這樣子 好 假設它比數已經update完了之後 我就會把 呃 今天早上 白天打的比賽 然後我把它 呃 選擇這些項目 OK 大家可以看到在後面這些項目 這些欄位當中啊 有的時候它會標示OT 或是說 它的場地是在中立場地打的 那你就要 一起摳起來 那複製的時候一樣 Ctrl加C複製 然後回到 剛才我們的Excel當中 OK 回到剛剛Excel當中 然後選擇 按滑鼠右鍵 然後 選擇性貼上 選擇這個值 那有比數的話 它就會 它就會貼上來 OK 現在是沒有比數 所以我也就不貼了 那貼完之後呢 這邊會有比數 那 有了比數之後呢 它後面的一些計算就會跟著這些比數來做調整 OK 那我接下來呢 介紹這個 sheet裡面有哪些的功能 跟哪些的項目可以看 首先呢 大家可以看到 在 AF這個欄位 GP2015 就是Gameplay的 2015 總共打了多少場 目前呢 勇士打了15場 它是15連勝嘛 那接下來 每一支球隊 他的 已經打過比賽的 場次 就會 計算在這邊 好 那 第一個 我通常啊 在看的會分幾個單位 通常是 5 10 20 40 80這樣子 一路倍增上去 那我們先看5的這個好了 最近5場的比賽當中 它的 這個 我把 格式放大一點 比較容易看 OK 嗯 以勇士隊來說好了 它的最近5場比賽 有多少是Away Game Away Game的場次 兩場 那它在Away Game score的 Total總分加起來 這兩場比賽加起來總分是多少分 那最近5場當中呢 Away Game Score Against 就是 它的對手得分 總共有得了多少分 再來 另外一個 計算是Home Game Home Game的Number 5場當中呢 它有三場的是Home Game 然後呢 它的Home Game的Score的Total 是328分 那 最近5場 Home Game的Score Against 就是說 對手得分 總共是303分 OK 那有了這些 數值之後 我們就可以算出它最近5場 平均的得分 還有平均的對手得分 也就是平均10分 然後 最近5場的MOV 這個值 對不起 最近5場的MOV的這個值應該是多少 OK 同樣的 一樣的 看的 格式的 只是 計算的場是不同 但是格式基本上是一樣的齁 那就是 最近10場 然後 有 有多少 它 打了Away Game打了多少場 然後這 這些場子當中呢 自己得多少分 對手得多少分 Hone Game多少場 自己得多少分 對手得多少分 一樣的格式在紀錄 那同樣 20 20 40我就不介紹了 那 這個 Excel 當中呢 我做了一個功能就是 當你在把這個 有些人可能覺得 5場 10場 20場 他不喜歡這樣看 他可能覺得8場 差不多 他覺得是一個單位 或是呢 可能本季 比如說 假設勇士隊快艇 一個15場 一個13場 那 我可能會設定13場 也就是說 這兩隊 大概 本季的場次 我大概都算到了 從他 前一個比賽文的場次 往前推算13場 OK 總共是用13場方式來算 那我還是先改回我 平常習慣的 5場 10場 這樣子的方式來看 OK 這是20場 40場 然後80場 一直到後面 後面呢 有120場 160場 這個啊 通常其實我不會去看 他的MOV去看這個值 因為我用 這個 180場 120場 這些東西啊 其實是主要看他的 主場優勢來用的 因為我覺得主場優勢 不太可能用太 太少的場次來看 因為用太少的場次來看的話 通常在數據上 會有一些 偏移 就是說 不太這麼的 不太 不太 不太像是正常的平均值 有可能會 不 一部分的主場 譬如說 像老英在2014到15賽季的時候 他在球季後半段 基本上已經 確認是東區第一的位置之後 他的課場就不打 課場就主降不上 那 主降只在主場才上 所以造成他的主課場的差異非常大 有可能會這種短期的 場次太少的話 可能造成短期的一些 數據的不太準確 我通常不會採用 所以我大概會看是 主場優勢來看的話 通常是40場 80場 120場 160場 這幾個來看會比較 我覺得會比較準一點 OK 那在後面這邊呢 是說 當你要算主場優勢 或是說 對不起 應該說 當你要算聯盟的主場優勢的時候 你用聯盟的比賽 最近的多少場次來看 現在呢 我抓的 我用的數值 是 從 昨天打完的比賽 開始算 往前推算1854場 1845場 那1845場呢 也就是NBA大概一個半賽季的 場次數量 那我覺得這樣子來算 平均這個聯盟的主場優勢已經足夠了 如果你覺得不喜歡 你可能可以改成 比如說1200場也可以 那 他就會從 最近的結束的比賽 開始往回推1200場 去算他的主場 平均主場優勢是多少 然後 平均一隻單一球隊在一場比賽當中 得多少分 OK 這個數值 那一樣我把它改回1815 這是我平均習慣 那 可以看到1845之後 嗯 往 等於說 這個聯盟 往回 過去的1845場來說 啊 在NBA這個聯盟裡面 平均的主場優勢是2.5分 OK 這是在 result這個sheet裡面的一些 嗯 東西 跟 使用的方法 通常呢 我這個標色綠色的這個 這個顏色的底的時候 就是 這個數值是你可以key in的 那其他項有這個 你等一下去有一些函數在裡面的 就不要去動它 因為你動到它之後 會 你不懂得這些函數的話 你會很難把它復原 你可能需要重新找我去要這個檔案 OK 好 這是在result這個sheet的部分 那我接下來介紹這個Arts這個sheet Arts這個sheet 就是平常我在做估算的時候 使用的一些 呃 等於是說工作 真正在工作的時候要key的一些東西 那 目前呢 這些場次已經打完了 我先不要管 那我先看 呃 我先示範一場 呃 我看一下 我要找一些比較沒有問題的場次 我看一下 OK 前面幾場 基本上 呃 前一天都沒有打比賽 OK 那比較好 哦 不對 應該重看 呃 好 就拿這一場 Boston對上那個 亞太蘭大老鷹隊 塞爾迪克對亞太蘭大老鷹隊 這一場 我會平常在工作的時候會怎麼估計 OK 這兩支球隊呢 其實前一天都沒有都沒有比賽嘛 所以我可以用它 呃 等於是說我即使沒有 今天比數還沒有update 那 他們過去的對戰紀錄 他們得分數據 都是不會改變的 這個就沒關係了 OK 所以第一個 K這個欄位啊 上面是await team的race date 通常顯示1呢 代表說他中間有一天是完全休息 然後 沒有呃 球員是完全休息的 的時間 那 如果是0的話呢 代表他是back to back比賽 前一場有比賽 然後 今天又有比賽 啊 對不起 昨天有比賽今天又有比賽這樣子 所以 第一個 await team的race date 是1天 那home team的race date呢 是2天 OK 那我們 要key的第一個數字呢 是 MOV的這個詞 那 我們可以看到 在MOV上面啊 依照rank的排列 亞特蘭大老英隊 他應該可以讓對手大概1分 可是呢 如果用最近10場來說好了 10場實際的比賽 那老英隊 反而沒有打得這麼好 反而是賽爾提克打得比較好 甚至你看最近的5場來說 賽爾提克他的數值是遠超過 遠超過亞特蘭的老英的 但是 不可能 就是說 因為有可能你 賽爾提克最近遇到的對手 是 可能比較弱的對手 也有可能 或是老英隊遇到對手 比較強的對手 所以呢 我在看這個數字的時候 像 比如說 這邊是-1 這邊是 最近10場是6.7 然後 最近5場是12.8 這個相差太大的時候呢 我通常會到 Basketball Reference 這個網站 去查一下 那 它的實際上 如果真正 來看 以這個賽季來說 Season Summary OK 在這個 Mcellaneous 這一個 State 這個欄位當中 它會有一個SRS SRS呢 已經把Movic跟SOS 去加總起來了 那我會看一下說 我剛剛看的是 Boston Celtics 對不對 然後它是4.5分 平均以 League average的對手 是4.5分 然後呢 另外一支球隊是 亞特蘭大老英隊 平均贏對手 只有1.23分 所以 所以 在4.4 減掉1.2的話 大概是3.2 所以說我 所以 呃 如果每一場每一場都算 簡直是說 本賽季每一場比賽都算的時候 Boston大概可以讓老英隊讓3分左右 在Mov上 大概可以讓3.2分 所以呢 我們來回來 再 對不起 再回到我剛才的Excel裡面 好 這個值呢 6.7 然後這邊是負義 我大概就是這樣 你看 這一個跟這個值的平均值2.8 那2.8來說 跟剛才講的3.2也差不多了 所以 我大概會用3分 Boston在Mov這件事讓他 等於是他強過老英隊3分 那在 Honcourt Advantage 剛剛有提到 老英隊如果你用L40 等於是他 會引用到一些他 上一個球季下半段的一些賽程的話 那會有一些失真 所以 我會比較傾向於用L80來看 L80是2.81 所以 對不起 我打錯了OK 按錯 選錯行了 OK 如果 如果用這個來看 他的老英隊的組長很強 但是實際上 老英組長並沒有真的強到 可以 組長優勢是3分 因為 他的組長優勢 有一部分L40的場次 是因為他課場 故意放掉 上一個球棋 然後他的課場 都讓 替補球員上去打 足這樣都休息 所以說 在這個紙上面 我比較傾向於用-2 老英隊的組長 我比較傾向於用2分來看 好 那 adjust呢 就是說 有沒有一些back-to-back的因素 商品因素 那back-to-back呢 剛剛已經看過了嘛 兩隊都有休息 所以back-to-back這件事我就不考慮了 那接下來看球員的商品 那球員的商品呢 我 通常會先過來 r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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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员的概况 那他有一个 有出现一个S的 就是有一些状况的 你就要留意一下 比如说 对不起 亚特兰大老鹰队当中呢 谁有问题呢 第一个 Besmo 他呢 他说他是 Ankle的Injury 然后 他 礼拜二不会打 跟Seltics不会打 OK 像Besmo呢 他其实是一个先发球员 那通常是先发球员的话 我就会比较 在意 会做一些分数上的调整 OK 然后再来看 Seltics 有一个球员 Marcus Smart 有问题 然后呢 他说Smart 哦 他说Smart 可能会接下来的 几周的比赛都会缺席了 所以 这个部分呢 应该也要做一些调整的 不过 Seltics 我看起来 他的 他算是PG 但是其实 Isaiah Thomas 他打得也不错 然后 Avery Bradley 也不错 也就是说 这两个球员 大致上 会补 补了 Marcus Smart 不在的这些空缺 而且 补上的球员 其实是数据上是不错的 那我就不会做太大的调整 那我要调整多少呢 基本上这件事 我会去看 Basketball Reference 这个网站 首先呢 回到Basketball Reference 刚刚的BaseMole 它是老鹰都有问题的 B-A-Z-E-M-O-R-E OK BaseMole 好 我一看的呢 就是它这个BPM的数值 BPM看起来呢 它在上一季是负的 但是因为上一季 它本来就是打替补 在Demarie Carroll的后面 诶 是吗 是吗 对 小晴峰 Demarie Carroll的后面 所以 BaseMole在上一季原本就是 那个老鹰的替补了 所以它 我不会 想说把它的这个数值拿来看 那我看它这一季好了 这一季呢 它的数值是1.3 看起来呢 比起一个 替补的板凳球员啊 大概可以 替补板凳球员的 这个值呢 当做负2好了 所以 它跟一个替补 大概相差了 大概 3.3分 替补板凳球员平均是负2啦 那 1.3 减掉负2 等于是3.3嘛 那3.3来说呢 有的时候 我比较偷懒的时候 就不会去 仔细去 像上课当中说的那些 计算方式这么多 我大概会 比如说 3.3 我觉得它的上涨时间 可能没有这么多 我们看哦 3.4.8 3.4.8除以12场 29分钟 所以大概是75% 它大概占75分 所以 我算 呃 刚刚说 3.3嘛 算3好了 乘以0.75 它大概影响是2.25分 那 我可能 我可能 估个1.5分 或是2分 我觉得就差不多了 OK 所以在 老鹰队的球员有 有 Besmo不能上的时候 我估个 1.5好了 保守一点点 1.5 不要估太大 因为有的时候 呃 通常我 我觉得这个值啊 就是说 虽然我们可以有这个 Beskyball reference 这个网上可以查 但是呢 我现在会去 比较去贴近 庄家的 开的 开的盘的想法 那 尽量不要先把这个数值 估得太 呃 自己觉得很 很准确 但是实际上可能 庄家并不是这么想 因为 就我过去的工作认知 庄家在这些数字的调整 上面啊 它是一个 呃 不是这么有 呃 按照球员的数据 来做调整的 譬如说Coby好了 Coby他的值可能都是负的 但是他不上场的时候 一样 胡人队会 再弱一点点 对 但并不是说Coby不上场 那 那 然后 他的值 呃 胡人队反而被加分 通常不是这样子的 OK 他们不会完全看 看 依据BPM这个值 来做调整 那所以我基本上 把这个值呢 设得稍微保守一点点 不要用这么大的值 但我心里知道 他的影响可能是两分以上 OK 那这样就先放着 然后再来 我看一下 有没有弄错场次 OK 亚特兰达老鹰队在 BPM不在的时候 他要 等于是 1.5分是加到 加到Celtic上面去 那 这个栏位的所有看法 都是用组队让分的方法来看的 这个代表组队要被加三分 组队扣 主队受让两分 组队让两分 组队受让1.5分 是这样的方式来看 那同样的 在 老鹰队有商兵 然后 Boston也有商兵 Boston的Markus Smart 我们来看一下Smart 他的数据怎么样 OK Markus Smart 他的 数据上 这已经看到 Playoff了 不对 OK 这一栏 Advanced 那 他的数据上呢 这一季只有9场比赛 我觉得不太能算数 那上一季如何呢 上一季 他打了67场比赛 那他的平均的BPM是1.1 所以 1.1 减掉-2 等于是加2 OK 3分 我觉得他大概也是3分 那看看平均上场的时间 1808跟67场 所以 1808 除以67 大概27分钟左右 所以 27分钟跟48分钟 有点差距了 大概只有0.56 所以呢 3分乘以 对不起 3分乘以0.56 大概1.68分 所以 我大概也用1.5分来算 尤其是我认为 Boston在 他这个位置 PG不在的时候 另外两位 另外两位的 我们看这个dips chart Isaiah Thomas跟 Avery Bradley 他们两个其实表现得不错 在PG跟SG的位置上 我觉得 Markus Smart 他的 受伤影响啊 不会造成这么大的影响 所以 我大概会估的 Markus Smart不在 对Boston来说 大概差1分 所以说 好 这边呢 等于是 亚特兰的老鹰 他因为Base Mode不在 所以 他要 受让1.5分 但是呢 Boston一样有 Markus Smart不在 所以 我 把它估成 1.5分 OK 所以 加东西来 HDC 这个栏位就是 这个 这个栏位就是 这三个值的相加 MOV加上 主场优势 加上 它的 平均的 要调整的值 好 再来是 high low的部分 就是大小分 总分的部分 那总分的部分呢 看到最近 如果以最近的10场来算啊 它其实是204分 但是以最近5场 是199分 其实这两个数值看起来 并没有相差非常的远 那 在没有相差非常的远的时候呢 我会通常会取 一个 比较 对不起 我这样 不知道自己在搞什么鬼 OK 好 我大概会取L10 这个为 为主要的 依据啦 那我觉得 还蛮接近 L10目前来说 他们大概打个 12、3场左右 那 很接近他最近 整季的场次 然后以L5当作是一个趋势调整 204.11分 是他最近时长的状况 去估算他的总分值 那 最近的趋势呢 L5有一点点偏小 所以我大概会往下修个2分 3分左右 所以 比如说是我 大概202 这样子 OK 这是在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工作表上面的一些使用 我平常的作业的方式 大概是这样子 那 后面这边呢 就是 我会去记录 庄家开盘 通常我是看Pinnacle啦 Pinnacle开盘之后 这两个数值是多少 那我再决定说 庄家评估的什么值 那 评估了多少 跟我自己评估的是差异的多少 通常呢 假设我跟庄家 估的很接近 我就不会去投注了 因为 如果看法一样 那没有什么好赌的 那 只有我跟庄家 估起来不一样 我才会去 再去看一下 我中间有没有什么地方 估错了 是不是在MOV 是不是在 呃 主场优势 或是在一些商兵 我有没有漏掉什么 那 确定我没有漏掉 那 我大概会去 揣摩一下 庄家大概在哪里 偷了一些什么东西 大概是这样子 这是在这个 Ars这个工作表上面的一些使用 好 那在这个工作表当中 另外一个是Rank 2015 2015这个部分呢 就是 这边 在祭出的时候很需要 那在祭中 大概20场以后 我大概就比较少去看这个值了 就是等于是刚刚讲那个Rank这个值 对不起 回到刚才这边 1了 亚太人大老鹰跟Boston这个 来一下 目前我还是有采用 因为 因为目前我是用 这个Rank这个值 OK 这个栏位 AD这个栏位 Rank这个 等于是用它的排名来做排列的 排名的 排名的MOV的为基准来计算 然后再跟它的最近市场的值来做一个平均 我刚才是用这个平均 看起来是三分左右嘛 所以我用三分 跟刚才看Best Grow Reference 这个网站算出来大概3.2分 也是没有差异太多 所以我就用三分来算 好 那 这个排名呢 在祭出的时候很有 很有需要 因为祭出的场次太少了 在L5、L10这些东西 很多都会失真 那 不太容易 可能只有五场 或者只有三四六场八场 这个都很容易失真 所以会可能造成很大的无差 所以越是祭出这个Rank这个站的比重 我通常会把它估得比较重 那如果是20场或是30场以后 我基本上只当做一个参考 就是看一看是多少 那另外 每周固定要做的 就是把Rank这个值重新排一下 OK 假设啊 我会做的事就是这样 把它复制然后先贴到旁边 贴上只 OK 删掉 比如说 最近国王队打得不错 国王队今天把 黄蜂逼到OT嘛 那通常我 我之前有推牌的时候 我写说 黄蜂其实 在MOV这件事情上 其实是领先 领先 国王队很多的 但是可能下一场国王队的比赛 我就会稍微再少顾一点点 因为我觉得 国王队并没有那么差 OK 等于是 他打了这场比赛之后 有帮他在Rank这件事情上加到一些分数 我假设我觉得 国王队有在 公路队之前好了 我就把它贴下来 做一些位置上的调整 那通常这个东西呢 我就会去看一下 Power Ranking 那Power Ranking呢 比如说 点这个 NBA Power Ranking 就有一些 比如说 我会看一些 比较近期的一些 Ranking的排列 这边比如说 这边是几个小时之前的 ESPN的排列 那我就会参考一下 看一下跟我现在的CBSCupdate了 看一下 哪些球队的战力评估是被提升 被人家评估的战力是提升的 然后哪些球队又下降了 OK 我会大致看 但是不会 通常不会完全照着调 看起来前面的五支球队 所以还蛮合理的 然后迈阿密 暴龙 溜马 溜马的话 我觉得好像有点点 稍微偏前 太前面了一点点 没关系 我再继续看下来 Boston 我先把他暂停 OK 好 然后 尼克 黄蜂 Detroit Detroit现在又下降了 因为他可能最近又打得不太好 所以下降 然后 比如说你看Sacramento 他已经提升了四个位置 代表他 我相信 就是ESPN或是CBS这些 专门评论的这些人 他们对于球赛的认知程度比我强 所以我会拿他们的东西来当作参考 因为他们比我厉害 所以我去看他们的东西 那 我是基于这个 这样子的想法去参考他们的排名的 当然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啦 那 当 比如说像这个 呃 火箭被平到27 我觉得没那么差啦 火箭不至于掉到27 我觉得有点 太太太看 看衰火箭了 OK 然后看一下CBS的 看起来 公牛排到第三了 我觉得有点点太多 太前面了一点 哦 所以 你看 呃 ESPN 对不起 ESPN跟CBS 都把溜马队排得蛮前面的 所以溜马队 代表 大家还蛮看好溜马队的 然后 太阳队到第九 我觉得有点 有点点太前面 尼克11 有点点太前面 然后 OKC15 这个我觉得不太可能 这个有点点失声 他是因为 Durans out的状态吧 所以他才 下降了 但是 Durans 今天早上的比赛已经会 已经上场了 所以说 我想在 呃 Oklahoma City 就是雷霆队 他们的 战力上 我不会把他 平为15 啦 我觉得 太 差太多了 OK 大概就是你把 自己原本的排列 来稍微调整 像 比如说 Rocket 就是火箭队 被人家 调到这么低 那 两家调这么低了 所以 我真的会 我就会 开始 详细 以信以为真 他应该是真的还蛮后面 我可能不会排到27 但是我可能会把火箭队调到可能22、21、20 这样子 像这样的位置 另外一个呢 是Coverse 这个也是可以参考的 就是你可以 你可以用搜寻的方式就可以找 但是 Coverse 他可以参考的 原因是什么呢 我觉得 他在 Power Ranking上啊 基本上还蛮贴近赌盘开的分数 他最后有一个Power Rating Power Rating这部分呢 就是等于说 勇士-18 等于勇士 让其他球队让18分 他可以用这个值啦 中间的一些差异来计算 比如说 假设是 勇士对对上Boston来说 他在MOV上 大概就会差到 8.5分 OK 大概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做一些简单的过算 因为呢 为什么我觉得他可以参考呢 因为 他底下写的Power Rating Power Rating Compute Offense and Defense Stats Into One Number For Each Team While Counting the Factor Like Recent Performance Strength of Schedule 因为他有把SOS Strength of Schedule 考虑进来 放进他的系统里面去计算 然后 Power Rating can be used as a baseline Relative Sprint to Compery OK 他就简单地说 就是说 从后面的这些数值啊 你可以算出两队 基本的一些差异啊 啊真的 火箭队真的被评估的这么烂 四胜七福 不过四胜七福已经不是他现在的战机 你可以看到他的 他大概也是每周会update一次 然后 嗯 勇士 是停留在12场 就我们所知是 他在我录视频时刻 他已经是15胜了 那 明天即将对上的是胡仁 OK 所以 你会知道他稍微落后 呃 并没有这么update 但是你可以每周每周固定来看一下 大概会知道一些球队的一些近况 好 那这是在 NBA 回到刚才Excel的这个档案 NBA买rank里面 会做的一些调整 那我就不仔细去做了 我通常也是 有时候偷懒啊 可能两个礼拜才自己去更新一次啦 那我自己知道自己没有更新的话 我在 做那个 啊 买rank那个 的 那一个 值啊 我就不会这么的 去 放太多权重在里面 OK 这大概介绍了这 三个 我常 等于是说在 呃 每天自己做 练习自己在评估这个 开的浪分 开的大小 应该 评估是多少分的时候呢 会做的一些事情 简单介绍到这边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你们都可以 呃 不管是FB 传讯息给我 或者是 呃 在 诶 或者怎么给我 呵 通常FB是比较方便的啦 或是你真的很紧急 你可以打我手机啦 但是 建议不要 因为我不见得都随时都能够接 通常我觉得留信息会比较 比较 双方都比较 安全一点点 那 你留信息给我 我有空的话看到之后 呃 会找机会 找时间 回复给你 OK 大概是这样 那 有什么问题 你可以都在发信息给我 谢谢大家